哈囉我星號 歡迎將比賽重點畫上星號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快艇和賽爾提克的比賽解析 由東區龍頭對象西區狀態最火燙的球隊 相信有不少球迷都對這場比賽的結果十分關注 沒想到出乎意料的 快艇隊整場統治的比賽 最多成領先賽爾提克達36分之多 三節一打完主力就提前打卡下班 現在的快艇隨著場次的增加 場商的統治力也越來越強大 那麼他們到底是如何完勝聯盟龍頭呢? 今天的影片教我們從比賽片段來一探究竟 這場兩隊的千發中鋒都印象沒有出賽 Zubash 已經受傷勢困擾一段時間了 而Porsigis 則是在上一場防守時不幸扭到腳踝 這裡祝他們早日康復 畢竟可以的話大家都想要看完全體的對決 不過雖然都是少了千發中鋒 賽軍這邊的影響明顯是來的比較大 在沒有KP 的情況下 快艇使用了大量的換防來限制賽爾提克 因為他們陣中大多球員都不容易被打點 可外PG、MAN、Westbrook 都是好的防守者 而哈登在認真防守時 其實也沒那麼容易被吃掉 可以看到針對無球掩護 快艇都選擇直接換防 讓賽爾提克的進攻跑不出機會 很多時候只能在外線做到出手 這球無球掩護後Tatum下滑 其實有出現一排空檔 但這機會稍重即逝 哈登也並沒有看到 回頭交給Hauser 三分出手不進 在第一節賽軍的前10顆3分全都落空 沒能發揮他們擅長的外圍活力 這波想為Tatum 設一個下檔接球 也被快艇用換防給化解掉 最後賽軍又Pritchard 拉到外圍3分還是沒進 且對於在防堵賽軍轉換這一塊 快艇的退防也來得很確實 賽爾提克很喜歡讓Brown 在早攻時 透過他勁爆的體能來尋求攻框機會 可是快艇的側翼在身材上是不落下風的 讓Brown 多次穩攻而返 他的進攻選擇一直以來都是比較被勾病的一塊 賽軍其實有在簡化他的工作 把他當作轉換時的箭頭還有接硬中節點來用 只是有時他的出手真的還是讓人不敢恭維 但這波他帶過半場竟然沒有機會 選擇先慢下來是對的沒錯 但在進攻時間還有17秒時 背光單打可外的翻身跳投絕對不是好的出手 較低的命中率也讓快艇得到許多轉換的機會 本場他們單靠快攻就攻下了26分 幫助他們早早就建立其領先 其實賽軍在半場的防守成效並不差 尤其是在Westbrook上場後 靠著讓中鋒去對位並放投他 有成功將比分給拉近 他們有祭出本地常用的212區域聯防 有防守好的Holiday 站在中央時速去協防 還有對位發球線持球或是空切的球員 這樣快艇無法發揮他們擅長的擋拆進攻 出手的許多外線但都沒能投進 兩隊分差一度被縮小到3分 不過在進攻端賽軍還是沒有起色 始終無法穩定突破快艇的防守 當Tedem持球擋賽時 快艇同樣是直接換防出來阻止 其他球員則刺激從旁斜防 逼Tedem把球給傳掉 雖然他多次做出正確的判斷 但快艇後方的輪轉都做得非常快 沒有放給賽軍完全的空檔 這讓賽軍的命中率持續的低迷 快艇場上的球員防守時沒有一個在看戲 有人鋪防就有人輪轉去補位 Nomain也都有顧好酷狂的職責 讓賽提克就算切到了禁區 也必須在干擾下出手 三隻球Holliday突破了一線 口外馬上移動到藍底斜防 弱車的Koffee則內縮進來卡住對手中鋒 最後由Tedem幫忙抓下籃板 靠著防守優異的表現 快艇又將分叉拉了開來 因為透過防守反擊 他們就不需要面對賽軍暫定位的防守 下半場的獨秒階段 Harden在湖頂持球 想利用Plumley的掩護拉Hoffer出來進攻 Harden的健壯想透過提前換防來化解 Harden注意到後直接快速傳給PG 這一派的空檔就足夠他投進3分 這就是快艇現在可怕的地方 Harden持球擋拆本身就很有威脅 加上外圍的Kwai和PG更是難以阻擋 下半場打完快艇取得16分的領先 另外這邊還要提一個球員 那就是Terence Mann 雖然剛商業復蘇的時候他表現低迷 但近期的表現是有趨於穩定 這樣他就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 賽軍為了阻止快艇的擋拆進攻 有時會讓Hoffer去對位他 有其他球員想找Holiday來防守快艇的中鋒 這麼一來他們就能在擋拆後換防 而快艇的對策就是改讓Mann來進行掩護 他在這頂上做得很棒 能夠在擋拆下滑後攻框 遇到機會不加持也不強攻 而是帶出來在打手遞手 這球成功讓Hoffer換防到可外身上 雖然在打後跳投不進 但跟近的Mann抓下進攻籃板後 串給外圍的PG投進3分 這球快艇則是讓他替可外射一個下檔 同樣是要針對Hoffer進行攻擊 可外拔起後他順勢下滑 又抓到進攻籃板 這次直接將球補進 而這波同樣的戰術 這次可外就沒有再措施機會 一個一連到的接轉身 成功在籃底放進2分 賽軍在這節可說是完全被快艇打傻了 雖然TATEM有靠和隊友手遞手 連續進攻Hoffer打進2球 但這已經是整場賽軍最成功的進攻了 快艇隊的防守 大多時候還是壓著賽軍喘不過氣 這球Hoffer先是好的防守擋下Halliday 接著Bron的空切看似要跑出空檔 但PG誇張的反應還是將這球給斷下 只不過當下我看到這球真的是驚訝到不行 賽爾提克很喜歡利用這個底角的空切 讓Bron開後門直接轟炸籃框 這已經行之有年但還是非常有效 但PG這裡第一拍其實已經沒跟上 還能馬上反應過來操掉這球 實在是非常的強 讓人不輕想起多年前可外也上演過不看人操球 只能說這就是防守意識的展現 兩人在現在的快艇都貢獻了許多防守能量 賽軍在沒有了KP這個禁區進攻點的情況下 只能不斷透過切入來攻擊 但快艇永遠都有人輪轉到禁區補防 讓賽爾提克罕見的在主場被狠狠教訓 就連賽爾提克的主播都說 這隻快艇是他這季看到最讓人驚艷的球隊 看來這個擋拆防守 Bron才可以拉到外圍的Hoffer 口外馬上輪轉過去對位 低角的PG則過來防守Titon 同時你能看到Plumby和Harden 都有意識要去補防低角 最後Titon只能選擇高難度的3分沒有碰框 這球同樣是Pick&Pop 快艇展現的合圍教科書等級輪轉 口外上前對位Hoffer Harden輪轉過去低角 PG則內縮且防疫拍 幫Plumby爭取時間去走Harden原本對位的Holiday 接著他又撲防出去阻止Hoffer傳向低角 最後Hoffer傳往南下 但被補位的可外給操掉 在這個會合中 每個人都做好了自己的任務 確實的阻斷賽軍每個可能的進攻機會 有了這樣的防守實力 我也說這球隊絕對有機會去增搶今年的冠軍 快點球員的身高雖然不到特別高 但也不矮 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具有足夠的機動性 並清楚了解現在該輪轉到哪個位置 導致賽提克常常花大把的時間轉傳 最後進攻時間快到只能償出的出手 當然Purzingis的學習影響很大 若是他要打的話 賽軍能嘗試讓他從低位打出破口 或在擋賽後Rawing給予快艇空階的威脅 現在Hoffer擋賽後只能拉到外圍 而替補中鋒Cornet的進攻能力也有不足 所以快艇擋賽防守就可以把重點放在持球者的身上 整場賽爾提克都沒人找到針對快艇防守的解答 一樣比數被越拉越開 後續快艇還連續用戰術來突破三分場遇到瓶頸的賽軍半場防守 這波利用開動戰術 讓兩名球員交叉擋住212區域的外圍防守者 成功幫Westbrook開出切入的空間 吸引協防再交給Tais放進2分 接著變回人丁人防守時 Westbrook 監對他的又是Cornet 直接幫PG設一個紮實的掩護 這樣PG得到超大空檔三分球出手命中 最後投進後兩隊分差來到全場最大的36分 賽軍也在三節打完後器械投降 由快艇在客場手下勝利 這樣對快艇來說真的是贏得非常漂亮 前一天在客場踢館暴龍成功 接著背靠背到賽軍主場又拿下勝利 且兩場都是大比分的贏球 證明他們已經是名符其實的強隊 我認為他們只要保持健康 在寂寞時拿到分區第一都有可能 不過相信對他們來說 能不能拿到最後的總冠軍 才是他們最在乎的一件事 而現在看來快艇的確已經做好準備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就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也歡迎追蹤我的臉書及IG或者Straight 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動態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不過幸好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